日本东京山首县秋叶园站在三号深夜则发生了一起持刀伤人案 造成有三人受伤 实行女子当场被捕 事发后有多名的警员到场 在车厢内当场制服了一名女子 这名女子涉嫌企图谋杀 已经被警方拘捕 案发在当地的晚上11点左右 一名20多岁女子是在列车上挥舞着菜刀 袭击其他的乘客 而有三名男子中刀受伤送医 没有生命危险 其中的一名伤者表示 当时在车厢内突然遭到攻击 而持刀女子在事发前则表现得很安静 显示这可能是一起随机的砍刃事件 受到事件的影响 山首县外环方向也是一度停驶